嘿大家好,這裡是Team1,我是老柯 從今年4月底開始,各國選手們都積極徵戰世界各地的羽球賽事 為的就是賺取奧運積分 目標是拿到明年2020東京奧運的參賽資格 代表自己的國家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好手一較高下 留名於奧林匹克這個世界級別的體育殿堂 這次第32屆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羽球項目將在明年7月25日 與日本、東京、武藏野之深綜合體育廣場舉行 全部的選手人數總共有172人 賽事項目和一般我們在看的賽事一樣分為5項 分別為男單、女單、男雙、女雙、火雙 單打的名額是38人 其中34期是一積分排名獲取參賽資格 那剩下的另外4期呢? 另外4期的分配一個給主辦國,也就是日本 3個則是給三方委員會邀請方 雙打方面就比較簡單了 男雙、女雙還有混雙的參賽人數各為16組 獲選資格都以積分排名為依據 而如何累計積分呢? 積分排名是從今年4月29 計算到明年的4月26為止 這段期間打的比賽 所獲取的積分 都將會計算到奧運積分的排名之中 也就是說,這段期間的各個比賽 對於選手們來說都格外的重要 每場比賽打得越好 名次越高 獲得的積分就會越多 而這些積分都會使奧運排名產生變化 一直到明年4月26結算排名後 再1排名下去發放奧運門票 11月份的現在 累計積分的機會也就只剩下5個月了 而除了積分排名的競爭外 奧運參賽還是有不少的名額限制 其中每個國家奧委會 最多只能派出16名獲取資格的選手參賽 男生8名以及女生8名 另外每個單項也有名額上的限制 例如男單方面 台灣目前就有面臨到這個情況 單打方面 每個國家最多只能有兩名選手參賽 但要兩名選手都取得資格還有額外條件 那就是這兩名選手的積分排名都必須在16名之內 才可以兩人都拿到奧運門票 以台灣為例 我們男單目前積分排名最高的是 第二名的周天成 另一個則是第19名的王子維 也就是說 王子維必須在明年4月26 確定排名的時候 排名上升到16名以上 才能獲得奧運參賽資格 取得這張門票 而雙打方面的單項名額 一樣最多限制在兩組 獲取兩組選手的參賽資格則是 該國的兩組選手 積分排名都必須排進前8名 才可以獲得兩組參賽資格 這樣大家對於奧運資格的運作有比較理解了嗎?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目前奧運排名前10名的狀況吧 男單目前奧運排名第一名的 無疑是今年發光發熱的陶田賢斗 在選手平均參賽12場的情況之下 陶田賢斗這半年僅僅打了9場比賽 就以89圈多分高居第一位 主宰男單的氣勢霸氣十足 往下第二名的是我們台灣的愛將周天成 第三名是丹麥的安東森 第四名是印尼的男神喬納坦 第五名是中國的成龍 第六名是印尼的金庭 第七名是香港的武家郎 第八名是印度的巴米底帕提 第九名是泰國的旺超倫 第十名是日本的長山幹泰 而台灣男神王子維目前排名於第十九名 以今年整年的戰力看起來 男單最大的敵人應該就是陶田賢斗了 往下看下來呂丹的部分 呂丹目前奧運積分排名第一位的是 剛拿下香港公開賽冠軍中國的陳雨菲 第二名是日本的奧元希望 第三名是台灣的驕傲戴茲穎 第四名是泰國的伊瑟農 第五名是日本的山口芊 第六名是印度巨人辛杜 第七名是近期製造不少熱度 韓國的天才少女安行 第八名是加拿大的李文山 第九名是中國的河冰郊 第十名是韓國的金家恩 而我們台灣另外一位女單好手白玉珀 目前則排名於第31名 女單方面的激烈程度比男單高出許多 但仍不少人看好辛杜與馬鈴 雖然馬鈴與辛杜近期表現並沒有很強勢 尤其是辛杜 近期還被自家媒體算了一波 但這兩位球員卻常常會在大型比賽的時候才會覺醒 這也是之所以大家會特別關注在這兩位選手身上的原因之一 總體目前台灣選手的排名看起來 能拿到奧運門票的是周天成與戴智穎 王子維與白玉珀兩人如要衝擊奧運 則必須在明年4月26之前 幾近16名之內才能幫台灣拿到第六張奧運門票 男雙方面排名第一名的是目前稱霸男雙的小黃人 印尼的吉德翁與蘇卡目約 第二名則是同為印尼的阿赫桑與賽地亞萬 第三名是中國的李俊慧與劉宇成 我們台灣的李楊與王麒麟則是在目前排名第九位 在奧運資格的名單之中 廖敏俊與蘇敬恆則是在第13位 在因為奧運規則的名額限制關係 目前無法列入奧運資格名單中 除非廖敏俊與蘇敬恆在積分排名結束前 名字超越李楊與王麒麟 或者是林楊佩與廖蘇佩雙雙擠進排名前8名 才能將兩組一起送上奧運殿堂 而楊肉茹的盧敬堯與楊柏涵目前排名於第21名 而女雙方面台灣的徐雅琴與胡林芳 目前則排名於第24名 在雙打排名方面的資訊 因為時間的關係就沒跟大家一一報告了 排名資訊連結我放在下面 想看的人可以點進去看 以上就是奧運的參賽規則跟近期的奧運排名 我想最能體會奧運規則的刺激程度 應該就是王子維了吧 也希望子維在接下來的5個月 可以將排名衝進16名以上的安全名單 最後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有你的訂閱跟like 我們才會知道這類型羽球賽事的影片 可不可以繼續做下去 就這樣囉 那我們就年終賽見囉 掰掰 小鈴鐺記得開啟喔